咱们这回介绍的批拳呢,是尚云祥先生原传的批拳,跟咱们现在普遍流行的批拳是有很大的区别。 尚先生这个批拳呢,跟那个山西那个批拳是有很大的关系,或者叫有很大的关联度。 因为什么呢?他们批拳实实在的是拳,不是掌。 所以说呢,咱们这个批拳是要按拳去走。 如果咱们其实走的是掌,咱们叫应桌,尚先生叫应桌。 行一拳,尚先生说的,叫以三体式为母式,以应桌为母拳。 打的应桌,实际上就大多数常见的批拳。 应桌走的起落坐翻的力量,是吧?起落钻翻,这是批拳。 这是应桌,批拳不是,批拳走的就是拳。 钻桌就是拳,打就是拳,这是批拳。 他的打法呢,就是说别的是批拳,是以稍结、执掌来打。 上先生的批拳,是以肘来打。 所以说,批拳肘打,是上先生,上云祥先生的批拳的特色。 当然,后期人家这个批拳肘打,你也说不出什么来的。 对吧?但他这个时候用掌的批拳,或用掌的批拳,更注重是掌、指、腕的功夫。 也就这几个关节,关节的功夫。 上先生流传的批拳,批拳手打,打得起落坐翻,也是打起落打坐翻。 是吧?可攻可守,可进可退。 而且力量很大。 他的最大特点叫批崩合一。 打批,批,进不他就崩回去了。根本不用再辨识。 所以说,尚云祥先生的批拳是独具特色。 待会呢,我把这个行义拳的批拳,也就是尚云祥先生的批拳,给大家展示演示一下。 好了,咱们这就讲到这儿。